其實就蠻驚訝的 因為我看參賽報名成績 大家都很快 然後想說可不可以摸第三 就開後段幾圈 從第三摸到第二 我覺得就整個很開心 然後也覺得自己很扯 今天是 都是依我自己的感受圈 節奏呼吸那些我都覺得 比練習的時候還要好 本來的目標就是要跑到三十七分半 就是配九十秒 是第一次接觸這個秒數 在一萬公尺 我們是想說就是先跟著集團走 然後再依狀況去自己的配數 其實這場比賽算是一個 暴溫的一個比代吧 就是在這裡也要跟自己的教練 先那個剪刀 忘說聲謝謝跟辛苦了 還有一聲就是道歉 對不起這樣 上一屆運會跑完的時候 可能就原本想要放棄田徑這一塊 然後就從職教職 但是因為之前教育三個月之後 有靜心下來才發現說 我之前不能跑為了 為了受傷動了四次手術 是為了什麼 就是自己最愛的跑步這樣子 所以後來又慢慢找回田徑的熱愛 然後為這場全運會其實準備了 紮紮實實的準備快一年多 三十六分多不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但是這場賽是對我來講 可以出賽 可以完賽 又可以拿下金牌 對我自己來講 因為已經很不容易了這樣子 教練還有一些長輩的幫忙 所以這場賽事 以前的比賽 算是為自己而跑吧 這場賽事真的是 就是在我有困難的時候 有一些人幫忙出手 就是幫助了我 讓我今天還能夠完成這場賽事 然後也希望自己以後就是 有能力可以再交後輩 就是以後的選手 我覺得跑步這條路應該 在我的字典裡已經沒有放棄了 算是怎麼去挑戰每一次的賽事 對